一年一度的纽约法拉盛新年游行在周六举行 其中新唐人大纪元媒体集团的拜年队伍花车 备受关注 很多接受采访的民众都表示 他们长期下来对两大独立感言的媒体非常感激 今年大纪元新唐人的媒体花车 再度成为法拉盛游行的一大亮点 观众最喜爱的主持人主播 纷纷在花车上跟民众拜年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大吉大义 上万民众聚集在街上观赏游行 观众认出平昌在电视上看到的熟悉面孔 赶紧朝着花车挥手 我很喜欢看 所以那个报新闻的 那个外国人主持一个什么老外看中国 还有那个我也看过 很多糖果 润筋 化中医 很棒棒 每天都看 很好看 里面的神韵啊 什么都看 很好看 那他们的节目我都看了 非常好 我喜欢 平常看不到的 两大媒体集团伟大的幕后英雄们 当天也纷纷出来参加游行 举着旗帜 拉着横幅 向两旁民众发放糖果 问候新年好 围观民众表达他们对两大媒体的喜爱与支持 大纪人十八就是看里面的什么财经的或者我们中国人的什么新闻的都要看一点 很好 这个内容非常的全面 对 然后呢 我来了美国以后感到我看这个报纸很亲切 谢谢 很好 看的挺好的 看有时候会放新闻 有时候会看节目 我经常看唐人电视 唐人电视办得好 希望以后把它更好 新唐人 大纪元作为海外最大的独立中文媒体集团 秉持着独立感言 大胆发声的原则 报道最真实的新闻内容 成为海内外民众了解新闻真相的重要管道 民众纷纷表达感激 最喜欢的节目因为讲真话 新闻就是要传播事实 让每个人都知道真相 我非常喜欢那个大纪元时报跟唐人电视台 我是他永远的那个忠实观众跟读者 了解情况可以听好的 真的是的 讲了真话 讲了很多老百姓不敢讲的话 这新唐人都反映出来了 把中国大陆真实情况都反映出来了 感谢你们 新唐人记者王云赫唐城 纽约报道